如果明天国民党征召侯友宜的话 你就他抢吗 听时听见了赖清德笑笑没回应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其实私下民进党早已展开沙盘推演 贡商来应总统人选出炉的新局势 未来的形势的发展 应该会做各种必要的准备 但是每一个阶段不同的阶段的重点 怎么样推进我们生成的目标 这还是不变 以科学数据当作参考依据 观察最近十天的七份民调中 不论是哪个机构做的 赖清德兼领先蓝白阵营对手 在赖侯科三角都态势下 有三份是柯文哲高于侯友宜 若把来因人选换成郭台铭 有六份民调胜过柯文哲 其中一份则打平 党高层归纳出两项结论 一是赖清德稳定领先 郭台铭超越侯友宜 二是侯友宜后继无力 柯文哲后市看账 确实最后即便是提名侯友宜 郭台铭董事长的声量也大大的提高了 那他在这场选举里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想我们也是战战兢兢 抢先起跑的赖清德 边观察政局发展 边调整竞选步调 即各县市全力信赖之友会 筹组绵密组织网络后 将采线上线下分众行销 线上透过YouTube个人频道 推出各种影片 线下则是启动校园演讲 给予各类KOL直播等模式 拓展中间选民支持度 其实他就是一个我认为是很细腻 极致极型的人 那那个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 会觉得像很活泼 而且很可以信任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多发挥 民进党整军待发 就等国民党母鸡就位 敲响2024大选战股 进行好心满开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